三个中产党 上周我们说过恐习的地义 当然从学术角度来说,总有人不高兴 但我们今天就会仔细地去说 可能是一个国际观点的角度 就是说恐怖分子的身份问题 如果我们假设元朗7.21时机是一件恐习 我们要去探讨,那些白衣人就是恐怖分子 但问题就是,恐怖分子在我心目中不是这样的 恐怖分子是怎样的 可能我们心目中的恐怖分子 可能跟现实上的恐怖分子不同 首先,我们心目中的恐怖分子肯定是耗勇斗恨 其实某程度是符合这一件事的 但我的感觉上,恐怖分子通常都是比较年轻的 不会有一班伯伯去做恐怖分子 会冷静一点 恐怖分子冷静一点 另外一件事就是,恐怖分子是追求一些很崇高的理念 而不是说,我们现在全世界都知道 那些白衣人肯定是收钱才做的 如果不是的话,其实现在应该有第2次第3第4次的白衣人襲击事件 没有又证明,因为没有钱给 究竟恐怖分子是怎样的 你不要侮辱那些白衣人做蓝丝 第一,收钱也是有崇高理念的 但是没有钱,为什么你不出来呢 而且也有安家费的 就算那些死亡也有安家费 你不可以侮辱他们的人格 如果这么崇高,你现在没有钱都要出来 为什么出了一次就不见了 这班伯伯,全部都逃跑了 你冒死都要去打黑衣人 如果不是说什么崇高,你受了上头指挥 上头叫你不要动手 现在时机不成熟 或者我说一下美国的经验 美国911之后 其实当年很多政府官员出来说 后来发觉他错了 说什么呢 就说因为恐袭了 于是我们是不是要搞好经济 于是经济就好了 那就没有那么多集击活动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就是因为很多做政策研究 包括很多经济学者 通常他们的看法就是说 一般的罪恶,罪案呢 犯罪行为呢 都是多罪恶的地方都是和经济有关的 贫穷啊,又或者是很多向上流啊 那些人不满,于是乎呢 参与这些打劫啊,杀不放火这些活动的人的罪犯呢 通常都是在经济上是disadvantage 就是一些受到压迫的一群 那些弱势社群 弱势社群来的 如果给他们多一些上流的机会 令到他们生活好一些的话 于是他们就会乖乖的 就会不做这些事了 但你数了一个恐怖文字 是不是美国人来的 参与那些 去指挥那些 那你有可能搞好别人的国家的经济啊 就是这样的 是的,后来就有一连续 我想十年八年很多我自己的行家 做这些研究 看恐怖分子 本身你抓到那些人的经济 或者是他的学术背景 是不是因为他们读书不够啊 或者他们的家庭背景很穷啊 又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就算他有时有些不是国际恐怖分子 有些可能是在国家里面的 譬如现在我自己看得多一些的 看回西班牙里面的 西班牙里面其实有个例子 我会遲些会写多一些 因为那时候我读书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位同学 我同学介绍了一位同学 有时候很过瘾的 他说这个是巴斯克那些人来的 巴斯克那些 是的,他在那里出来的 他说那时候 其中一个城市 我不是很熟悉的城市 原来在那里的 他就跟我说 巴斯克那些人 他说那些人是my people来的 就是说其实是 怎样说呢 那些是正正常常 读书学力很高的人 其实是和那个恐怖分子 是不是说很远的 那我就想说 你后来看美国通缉的那些 什么恐怖分子 全部都是知识分子 是的 化学亚里 是的 这些就是后来我们研究 很多出了书 出了报告 给美国政府了解 就说其实 传统犯罪的人 和恐怖分子 它是两种人来的 传统犯罪的人 的确是低学历 收入不好 经济相对是 比较受压迫的一群 但是 参与恐怖分子的活动的人 和支持恐怖分子的人 倾向没有这个模式 最低限度不会说 穷一些或者经济差一些的人 甚至乎有时 更加会是 接受教育多的人 会是倾向支持 这样说 这个世界上 其实这些恐怖分子 都不够班 都不是班 真正的 我觉得 厉害的恐怖分子 列宁和斯大林 他们当然有很多书 但是 他们是在一个 比较贫穷的国家 而读很多书的人 就是不是代表 他们的国家是很富有 相对来比较贫穷的国家 读很多书的人 这些最出名的 列宁和斯大林 是为他们打劫银行 杀死几十人 来去finance 那个恐怖活动 是做得这么离谱的 但是 你问我 当然 一个经济不稳定的国家 很容易是 资生恐怖主义 我们可以看很多例子 都是经济不坏的国家 但是又不是绝对的 因为 有很多时候 民族 宗教 或者国族 理念 其实是可以超越到 经济条件 我常常都 举个例子 就是 外耳南 就是一个好例子 外耳南 你不能说经济很好 但是问题就是 他们就是觉得 英国就是做得不好 结果牵涉到什么 反而权力分布是很重要的 一个有权的人 他不需要做恐怖分子 因为可以改变到制度 但是你没有权 而你觉得权力 是压迫你的话 你就会用这种不对等的方式 去实施 有时候是有钱 有知识大动权 香港都会有一些状况 香港我想 你去支持反抗活动的一些有钱人 那些都是属于不是建制的有钱人 甚至是一个建制的有钱人 心里会觉得 建制会被北京政府控制 所以他对建制的权力 也是很不满 所以他们暗底里 很多 表面上是蓝丝的人 实际上是黄丝 只不过暗底里 暗瓦底 没办法 家底那么厚 没有理由被人夹着 我经常都说 如果作为蓝丝来说 很多蓝丝是非常不可靠的 实际上是黄丝的 这个问题值得拿出来讨论 政府也需要正视的 就是说 你仔仔仔想清楚 究竟现在所说的暴徒 你们口中的暴徒 究竟是那群白色衣服的 那个demographic的人 还是可能在大学里的学生 或者是他们的老师 或者是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 是在参与这些活动 就是你要搞清楚 你想政策的时候 就不是说 给多些年轻人什么机会 就这么简单 如果他们搞不通 他们相追求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 纯粹是派钱 尤其是作用居 就觉得会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想就这样 你可以给多些学生机会吗 你可以给多些机会给年轻人吗 你到最后给多些机会给年轻人 那些年轻人就不是出来的那些年轻人 现在香港是纯粹是实行CV主义 即是说你CV漂亮的那些 我就支持你 你看看他们 那些有钱人去搞的青年活动 全部找到最好学历的那班人 即是说那些建制那些精英 根本不走的 是 你有给到那些年轻人读一些不好的大学 或者成绩不是太好 或者CV不漂亮 出来的那些机会 那些人从来没有过机会的 你现在再想些 他们也是想到林郑月娥 这个人是怎样的 这个人是他们的好学校出来的 到最后再认为自己人 所以我不认为他们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的 反而反而反过来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你再看那些元朗围头佬 是很不符合一个恐怖分子的定义 当然你说他背后可能有一些高学历的人 或者有钱的人是安排他们 但是你和我们所认知的恐怖分子是不同的 恐怖分子当然都会有机场 但是问题是第一人的组织是很严谨 分工是很清晰 如果你问我沈大师说的一件事就是很符合 但现在不符合就是他们持续去做 现在你发觉就是做完一次之后 你就不见了 他们说行动很不精密 他们的行动很松散 人家恐怖襲擊的行动很精密 他们是混乱了 沈旭辉说的无差别攻击 是是无差别攻击 但是人家是一个很准确 能够很容易看到宣示的意识形态 不是一种无差别的 刚才说的那个例子 是西班牙的那么出名的例子 他有一段时间是集中去攻击一些政客 又或者攻击一些记者 巴克斯坦都是专诈军营的 有专诈军营的 也有无差别攻击的 但是问题是 你打完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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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 所以我再说 你除了跟他学术好 或者是法律上的定义来说 你看回你叫他做恐袭的话 负责任那班人 他究竟似不似其他恐怖分子 就是很不似的 以前我说辛亥革命的时候 那些都是恐怖分子 那些杀满清大元 暗杀都不是无差别攻击 所以辛亥革命 我说他们怎样做法 他们就寻暗杀满清大元 而且他们也不敢攻击军营 军营都没什么用 但是他们做辛亥革命最成功的一件事 就是拿那些budget 去跟那些政府军 去饮饭吃吃 去一起追求女孩 所以他们革命成功的时候 政府会说 咦咦咦这班人跟我们一起追求女孩玩 是fan来的 我说不要禁他们了 其实最成功就是这一件事 好 这就是对英达布 这就是对英辈子的 这就是对英辈子的 听说是对英辈子的 那就是对英辈子的 你这就是对英辈子的 是对英辈子的 那就是对英辈子的